过去几个星期,美国几位前驻华大使和政商界的知名人士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对中国和美中关系发表了看法。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华盛顿出席纪录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放映会时表示, 中国改革面临阻力,美中关系比以往更加复杂和重要。 洪博培认为美中关系不能仅靠互惠互利的贸易来维持,必须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有观察人士认为,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 中国的人权状况倒退到几十年来最恶劣的地步。 另外一位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孝简日前表示, 美国要继续促进中国改善人权,而且不要因此而感到羞愧。 纽约亿万富商曾经连续担任三届纽约市长的布隆伯格, 虽然高度赞扬中国经济发展和带领亿万人民摆脱贫困所做出的成就, 与贡献。但是也敦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停止对异议人士的打压, 和对英特网的封锁与控制,因为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斗。 那么美国的知华人士与商界领袖, 为什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言论自由担忧? 美国到底希望看到一个怎样的中国? 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和警惕果真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吗? 我们邀请几位专家学者讨论这些话题。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万明博士通过视频从维吉尼亚州参加节目。 澳门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王建伟博士通过视频连线从澳门参加节目。 另外,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斌先生通过视频连线从马里兰州参加节目。 欢迎三位参加节目。 第一个问题我想请万明教授先开始谈。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洪博培在一个场合上对美中关系发表了一下他的看法。 那么他说好像美中关系不能完全只依靠战互惠互利的这样的贸易关系了。 另外,他还提到当今的美中关系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面临挑战的同时也存在着机遇。 万明教授,您是如何解读洪博培的这番话呢?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机遇的问题只要指的是一些全球治理的问题。 比如像气候,在这方面有些进展。 但是问题从美国观察中国这个群体来看,就是说担忧,现在比较担忧,就是问题比较多。 特别是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中国跟日本的紧张关系,以及中国对国外在资本输出,甚至说价值输出方面,美国方面非常担心。 好的,接下来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谈一谈,就是待会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先说一说。 华盛顿有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就认为说,中国现在正在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就是购买力,投资,并且参与多边组织的活动和控制国际公共资源等渠道来左右国际社会。 实际上呢,是要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那么为什么国际社会对北京的这番努力会感到担忧呢? 王建伟教授。 王教授。 嗯,好像王建伟教授的这个声音好像我们暂时听不到,请马里兰州的马海斌先生先谈一谈。 啊,嗯,至于把公司或为什么感到担忧的问题,我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个是比较有形容下的,就是很具体的过程性的东西来说,这小的,比如说,从资源矿制的竞争,那比如说矿市资源,一些很重要的矿市资源来说,这对大国的崛起和发展都是很很重要的。 然后中国的崛起在全球范围来开展这些对这些资源的竞争与争夺的话,会对美国有一点的影响,从金融影响到整体的那个经济与贸易,然后从中国与这个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交流,不管是正面的也好也负面的也好,不可避免的会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影响,这对美国在群体的地位肯定也有影响,因为你中国的影响上去以后,美国的影响可能相对就减弱。 然后你中国的影响是否符合美国的目前推行的普世价值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其他国家和美国的影响是同源同流的,那美国可能不会在乎,但是如果是一种比较差异化的,然后不为美国的主流价值所接受的一种影响的话,他们可能就有点意见。另外从这种其和三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这种国际社会对北京的一些担忧, 更多是出一种这种不了解,就是说无论从这种意识形态,还是从政治体制来看,就是不了解导致一种这种恐惧性的担忧,然后北京方面他又刻意强调这种不同,就是说他们,比如说中国孟赢豪,然后其他一些比较,他要求差异化表现的东西。 这让国际社会都觉得北京是在,其实是在压制某种普世价值观,形成,就是说中国其实是在求异,而不是在求同的一种错觉。 对,这是我的,就是说对担忧的一种两种解释。 接下来同一个问题,万明教授,您是怎么看的?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对北京的这样的,就是现在用中国的说法叫大外宣这样的一种努力,表示担忧? 因为那个美国最关心的事情呢,就是说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战后国际制度的这个根基是什么,因为美国一般人认为呢,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国际秩序呢,也就是说美国已经建立的国际秩序呢,就是基于这个市场经济,人权和这个民主的制度。 他认为呢,这种国际秩序呢,对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的利益都非常有利。 那他一般人认为呢,中国现在代表的是另外一种的这个趋势,也就是说是这个国家政府对经济,也正然有相当的干预,非民主,非人权,是一种比较专制的这种资本主义。 所以呢,很多人非常担心,认为呢,这种国际秩序呢,虽然说对中国比较有利呢,但对美国呢,非常不利。 我想美国这种看法呢,在很多其他国家也是有的。 嗯,万民教授,还接着请您谈啊,因为我们导播正在这个处理这个另外两位客人的这个线路的问题啊,就是在过去的三年来啊,美国这边,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有很多人就也都这么认为,就是说自从过去的三年来,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以来, 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啊,很多人认为现在是倒退到了这过去几十年来的最恶劣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么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前不久,另外一位前驻华大使,就是瑞孝俭,也是在一个场合上, 他是说呢,他说美国要继续促进中国的人权的改善,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纽约的市长布隆伯格在赞扬这个中国这个经济成就同时, 那么还是呼吁习近平的要放松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以及对英特网和新闻自由的管控。 万民教授,为什么美国的这些知华派的这些人士,还有这些商界的领袖, 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言论自由是这样的担忧? 一方面当然就是说,有些可以说是所谓反思的这个效果, 就说呢,这个美国这个知华派,或者说希望跟加强与中国接触呢, 他们一般人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在中国这个经济改善以后, 这个中产阶级这个层次加厚,那么呢,中国会逐渐的呢, 就是说更为开放,更为民主,就是说在价值观念呢, 会与这个美国走得比较近,那这样的话呢, 对这个美国的国际秩序和它的利益都有很好处, 但是这一段时间呢,我想很多人认为呢, 就是说中国并没有照他们所希望的一个方向走, 也就是说虽然经济力量,经济改善了,这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呢,很多这个经济力量转移到,比如说这个军事方面, 或者说是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 而在这个人权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改善,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过去几十年最糟糕的时候, 但很明显的一般认为呢,就是说这几年呢, 是跟过去一二十年相比呢,基本是在很多方面是到的, 另一方面呢,就是说知华派呢,或者是这个商界呢, 他们有自己的利益,比如说像这英特网, 跟他这个公司的利益,金融方面都有直接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呢,如果就是说中国这个人权, 或者说在安全问题上,继续与美国和中国的一部分的这个邻国就关系紧张, 那就说在美国方面,比如说,就说主张呢, 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话呢,他的一个声音就会变得比较弱, 所以对他们也是有压力。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 是在华盛顿呢,出席了一个电影, 一个纪录片的这样的一个放映会, 就是一个美中关系主题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叫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那么这个洪博培本人呢,就是这个纪录片当中的主角, 那么他是在这个放映会上分享了他对美中关系的理解与展望, 他表示中国的改革呢,目前面临阻力, 那么美中关系更加复杂,也更加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4月22日,美中关系主题纪录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All eyes and ears,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举办放映会, 影片导演凡尼莎霍普,影片主角,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 中国维权律师陈光诚,细数出席, 重新认识影片中的历史,并分享他们对当今美中关系的见解。 我认为应该全面地认识中国, 美国人了解的,要么是中国的经济发展, 要么是政府践踏人权, 我希望了解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 了解美国在这些问题上是否产生了影响, 以及我们如何通过理解、协商和外交渠道, 改善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生活。 影片以洪博培2009年到2011年担任驻华大使的经历为主线, 见证了这位热爱中国,精通中文的大使, 对美中外交关系的理解与实践。 洪博培的中国养女杨乐义, 对中国文化的渴望, 对中国孤儿命运的牵挂, 还有中国维权律师陈光诚, 从被软禁到获得美国庇护的经历传插其中, 记录了胡锦涛当权时, 中国与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而自从洪博培大使接任到今天, 影片中反映的中国人权民主等问题, 到底有没有改善? 洪博培表示, 进行改革的过程是复杂的。 这些问题仍然存在, 近几年中国在处理新闻工作者, 处理意见人士的问题时, 变得更加决断。 中国政府在鼓务政权, 在打击腐败, 这些都制造了大量不确定因素。 与此同时, 中国在贸易, 人员流动方面变得更加开放。 我想中国希望继续进行改革, 人们谈论改革, 但实施起来却是很复杂的。 因为中国的政治环境严峻, 人们谈论国有企业改革, 金融市场改革, 货币政策改革, 但总有反对的声音存在, 不希望进行改革, 这就产生了阻力,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 也存在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 洪博培还表示, 美中关系不可能仅靠 互惠互利的贸易往来去维持, 必须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现在的美中关系 比我担任驻华大使时更加复杂, 需要考虑更多问题。 中东地区的冲突 对美中两国来说都很棘手, 我们要面对一个越来越好战的北韩, 南中国海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在贸易方面我们也面临很多挑战, 但我也看到了机遇, 有多少挑战就有多少机遇, 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复杂, 也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导演霍普透露, 这部纪录片将在中国大陆发行, 他非常期待得到中国观众的反馈。 美国之音VOA卫视, 首都华盛顿报道。 好, 这刚才是我们的一个报道, 刚才红博培美国前驻中国大使, 红博培在这一个场合也是提到了对中国的人权状况, 还有网络自由, 新闻自由的这样的一种担忧。 接下来想请马里兰州的马海斌先生谈一谈, 就是刚才万明教授已经谈了, 就是美国的这些知华的这些知名人士, 还有商界的领袖, 为什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 还有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的这样的状况是如此的担心? 我非常同意万博说的那个观点, 然后有新的一个, 它多一个层面的是, 我觉得就是说, 比如说美国对中国和对北朝鲜的人权状况的担忧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北朝鲜的担忧它是明摆着摆着那里, 然后它制度性就是那样的, 但是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的话, 它就是说制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就是说虽然纸面上的法律是说的是这样一些事情, 但是实际在执行的时候, 比如说在保障言论自由方面, 然后新闻和出版自由, 以及对互联网的监管方面, 实际的做法又是让人有一些情况下是默默到头脑, 或者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我觉得是更应该值得担忧的, 因为一种制度的确定性可以减少很多那种机会成本, 然后减少很多那种过程性的成本, 然后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制度下, 你要发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 就是说具体有什么样的做法来够引起, 就凑到底线啊, 或引起你的就是说被压制啊, 这种方面的信息, 这对一种正常的那个经济贸易与政治交流来说, 就是一种负面性的影响, 我觉得这种不确定性才是更值得担忧的。 接下来我们试一试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 刚才那因为声音的原因我们听不到, 我们请王教授谈一谈就刚才的我提的那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过去的这些年来, 就是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或者叫做软实力也好, 那么去参与国际组织啊, 所谓的控制国际的公共资源等渠道, 那么就是向国际社会来用评论人士的话说, 是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那么为什么国际社会对北京的这番努力是如此的担心, 王教授。 我想那个现在这个国际社会, 当然这个主流的价值观都是以美国啊, 这个西方世界为主的这样一些主流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那么中国当然是在随着他这个实力的增强呢, 他也希望在这个国际关系当中啊, 有他自己的这个话语权, 那么特别是习近平上来以后呢, 上台以后他就提出不少就是新的概念啊, 新的这个理念,在外交这个政策当中啊, 比如说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这个新的毅力观啊等等, 那我想呢说这个中国在刻意的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呢, 可能还维持过早啊, 维持过早, 因为我想现在这个西方社会的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还是, 基本上还是西方的这个主流价值, 所以呢我想中国方面, 在这方面也没有说刻意的要输出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那么这个可能也是现在这个中国外交和过去啊, 这个毛时代的这个外交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 那么西方的担忧呢, 我想呢是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的, 因为这个中国现在在国际社会当中, 比如说在这个国际金融组织当中, 它的这个分量也越来越大, 那么随着分量的增加, 那它的话语权也会越来越多, 但是呢我想呢这个这个这种担忧呢, 可能还是有一点过敏的地方, 我想呢这个中国现在这个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念, 比如说前两年经常讲的这些的中国模式, China model, 但在我看来并没有说在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对, 因为中国的崛起呢, 对西方国家对自己的话语权, 对自己的主流价值呢, 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一些不自信嘛。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 大家谈节目, 我们正在和嘉宾讨论的话题啊, 是美国希望看到一个怎样的中国, 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中国的观众朋友, 希望也参加节目, 我们接两个电话, 福建的陈先生, 福建陈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觉得美国希望看到自由民主以普世价值作为行为整得了中国, 事实上追求自由民主的价值也是中国近代革命先烈的根本目标, 美国近代以来其实一直在帮助中国发展, 比如二战对中国的援助, 支持中国融入国际秩序, 支持中国加入WTO等等, 说实话, 我们中国人今天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应该感谢美国, 起码我本人是这样想的, 大家可以看看中国跟着苏联混的时候吃不饱饭, 但是跟着美国混的时候就变成了第二大经济体, 一对比很明显, 美国还一直呼吁中国政府改善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 然而我们这个政府是不太接受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老百姓心里没有人真正的仇视美国, 反美是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刻意制造出来的, 中国老百姓反日, 但并不反美, 而这个从不管是权贵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把家属输到美国生活, 就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事实上的态度, 希望美国政府保持清醒, 不要被中国的官方媒体的态度所忽悠了, 我们并不反美, 好,谢谢。 好,这是福建的陈先生, 我们再来听一听河北的张先生怎么说, 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 我认为中美之间这几十年的交往, 有分歧也有合作, 现在一个中美之间的, 一个最大的分歧之间, 就是价值观的不同, 中国所持的态度就是中国特殊论, 是吧, 中国特殊论美国人可能不接受, 中国是不是有特殊呢, 是确实特殊, 各国国情确实有特殊, 同时西方的民族国家, 是吧, 日本有天皇, 美国他没有, 是吧, 英国他还有女王, 是吧, 他有不同的国情, 但是他有个普世价值, 这些东西, 有些中国人是不愿意承认的, 是吧, 但是我认为, 我作为中国人, 我认为呢, 这些普世价值, 中国人应该承认, 像普选啊, 像言之自由啊, 是吧, 这些都是一个普世价值, 当然西方的民族, 中国不应该学习吗, 我认为可以学习, 但是美国人在批评中国的, 人权的时候, 要注意分寸, 注意尺度, 是吧, 这些中国人, 政府是非常注意, 批评的尺度和分寸的, 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吧, 谢谢你们, 好, 贺北的张先生, 好, 我们再来听一听, 天津的张先生怎么说, 张先生你好, 好, 你好, 这个我说一下, 这个, 这个, 中国共产党啊, 这个打他成立那一天开始啊, 他这个权力的得来呢, 就是可以说, 从头到尾就是忽悠着, 很轻松的就把国民党给拿下, 完事以后呢, 这个到现在为止呢, 其实呢, 他本身, 他上台以后, 挑战国民党时候的主张, 也是什么民主, 而且他还批评, 讲讲见时不民主不自由, 对不对, 可是现在呢, 正好就是现在相反了, 就是说现在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共产党现在提出来啊, 必须得共产党领导, 这个, 他的这个理由, 他的这个想法, 咱不知道是什么, 他是为了和国民党一比高下呢, 还是说这个, 他在中国, 这个, 他们这些人怎么想的, 就是中国这个地方, 必须得共产党领导, 这个事情, 我们, 我觉得很多事情, 这个, 我们的这个高级领导人, 是把这个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头一位呢, 还是把你党的利益, 说在这个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之上, 好的, 听您的张先生, 对不起, 我打断您, 您的观点我们听清楚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让您讲到这儿, 好, 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参加节目, 接下来一个问题, 我想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 先谈一谈, 就是刚才, 我们在谈国际社会, 美国方面对中国的这个担忧, 那么刚才我们接听一些中国的一些观众朋友, 他们的观点呢, 就是说, 这个中国还是应该感谢美国, 美国这么多年来, 实际上是一直想促进中国的这样的经济发展, 包括人权民主的这样的发展, 那么,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人在中国, 特别是还有一些, 特别是北京方面也这样认为, 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这样的担忧, 或者警惕, 是要遏制中国的这样的一个, 中国的崛起, 那么在您看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国真的是这种担心, 或者这种警惕, 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吗, 王教授, 那个美国领导人当然是在很多场合, 都非常强调说, 这个美国的政策, 不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 那奥巴马总统也讲了很多次, 说这个美国欢迎一个, 这个强大, 这个稳定, 那么开放的, 这么一个中国, 我倒也不认为说, 那么美国认为中国的很多行动, 就是要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perception的问题, 就是说双方做的事情, 可能规定有这样的一个intention, 但是被对方看起来, 就是有这么一种意图, 这个就是造成中美之间一种相互不信任, 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相互对对方的战略意图, 长远的这个战略意图, 还是有很多疑虑, 所以我想如果中美关系要行稳致远, 要向前发展的话, 怎么来解决这么一个对对方战略意图的一个猜疑, 这个我想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 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 你想, 比如说美国最近在南海的一些举动, 那么比较高调的介入南海的数, 那么对很多中国人来说, 他就会觉得这个就是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举动, 那么从美国角度来讲的话, 当然不是这样, 美国是要保持他这个所谓的航行自由, 美国要保持他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原有的那么一种占优势, 这么一个地位, 所以我想双方的看法和双方的行动之间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所以我想中美之间的战略上的沟通还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那么不管是今后美国这个政治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想这方面的问题可能还会继续地存在。 接下来我想听一听万明教授说一说, 在您看来万明教授, 美国到底是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中国? 我想这方面很多人一直在讲, 我想也比较清楚就是说美国主流看法是希望看到中国在经济上不断地发展, 这样对中国的人民有利, 对世界经济有利, 但是经济发展应该是说会推动中国在人权方面和民主制度方面, 那在全球方面他当然是希望中国在一些全球治理问题, 像气候等等问题上与这个美国合作, 那刚才讲这个是不是遏制中国的问题, 我想这个生意确实在加强在美国, 但是仍然不是一个主流的看法, 那就是说美国当然它有自己的利益, 还有领导地位, 它在很多世界上会跟中国是有竞争的关系, 甚至潜在冲突的关系, 但是从不简单看到, 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一个说战略性的, 就是说要遏制中国, 他如果真正要遏制中国的话, 他不会像现在这样做, 他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还认为很多方面可以还是说跟中国合作, 另外一方面遏制也比较困难, 他也不是说他说要遏制中国, 他就能够遏制中国。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就先谈到这儿休息,